红仲秋呢在部队里面被操死啊 在告别室的前一天呢 亲弟弟首度现身了 因为呢弟弟已经抽完了兵迁 下一个就轮到他去当兵了 家人怎么会不紧张 虽然之前陆军政战主任呢曾有福 他说一定会保证红弟弟的安全 但是红弟弟一抽抽到的是空军 啊你陆军需要来保护他 会不会扯太远啊 弟弟也坦言心情是有受到影响 脸带金边眼镜 低头捧着红仲秋照片 他是首度现身的红仲秋亲弟弟 然后就是好像你也快到兵 嗯 在等你啊 嗯 那你心情上会不会有受影响 嗯 一定会的 79年次的红仲秋亲弟弟红良宇 今年刚从大学毕业 抽完了兵迁要到空军服义务役 正在等待入伍通知了他 坦言很担心自己当兵到底会碰到什么 谢谢关心 红仲秋是红仲秋血岩上的亲弟弟 也是红仲秋的堂弟 告别是当天由亲哥哥红仲秋捧临位 红仲秋则抱着哥哥的照片 面对红家的子弟又有人要到军中服役 陆军的政战主任曾保证 红仲秋的亲弟弟绝对不会受到伤害 首度现象的红仲秋仍藏不住心里对当兵的恐惧 终于新闻一朝陈广瑞林杰问SNG小组台中报导